有人指控黃偉德 收錢不辦事 我當然必須擅盡查證的責任 當我在議會質詢 黃市長 有沒有影驗 市長是說有 所以我今天 要把整個事情的 來容去莫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報告 人在做 天在看 老闆不賣在嘴氣 責任賣不會過鄉立 這整個 鄰居塔案 相當的簡單 可是有人要把它搞成很複雜 在2019年 7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拿到完工證明了 那要向台南市政府申請 變更設置人 就是房子你買的房子我賣給你房子 你要使用這個房子 最後 台南市政府設計了一張對照表 當你要使用這個房子的時候你還要經過我的同意 這就是台南市政府 設計出來 這樣就把它卡了一年多 卡了一年多以後 在2020年 當事人無奈 就請託李議員 來開協調會 開協調會 那開完了 李議員 有一個友人 就住在他們家對面 協調會 無效 協調會無效 為什麼 要在餐廳飲宴 9月27號 2020年的9月27號 李議員 通知他們對接的 喜慶福 約好黃市長了 在神田日本料理用餐 明天 明天要用餐今天跟你告知 9月28 黃偉哲市長 來到了神田日本料理 短短做了20分鐘 所以後來 他要離開他說我還有行程 那今天這個套餐就先幫我打包 最後離開的時候 李議員 你又另外找一個可以詳談 的地方 時間到地點 你又另外用 最後 就是神田宴 三天以後 就是中秋節 也是前一天 9月30日 李議員 就告訴 喜慶福 明天有一個 桃山宴 約好了 在桃山 桃山 大家都如期 到了桃山 要上菜的時候 黃市長說萬隻萬隻萬隻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 大家等一下 原本只到了五個人 原本只到了五個人 最好等下一個 等了20分鐘 陳律師到了 我在議會執行的時候我也說了 有沒有桃山影驗 他說我不記得 影驗很多 我說陳律師在場 我還沒有提到他的大名 市長就跟我講 有 有 就是桃山宴 這個桃山宴就更緊張了 桃山宴竟然 把這個根本不需要台南市議會審核的案子 他說 要等到議會結束以後 才發放 這整個 這個案子 在這邊 就有談到錢 就有所會的行動 10月1日以後 10月6號 他們下來 看了零股塔 看完了 零股塔 交了支票 10月22 交了這一張500萬支票 所以 這中間還請 議員去喬一下金額 從1000萬 喬 不然先付700萬 所以才會有 10月16 匯了220萬 再加上 開了500萬支票 最後 還嫌你信用不夠好 還要改重新匯款 在11月 22號 11月12號又匯了 200萬 11月13號 匯了 300萬 連續兩天 匯款以後 告訴他 在桃山宴的時候就告訴他 要等議會12月2號結束 我才蓋章給你 蓋完章 就12月3號 結果不但沒有蓋章 隔年 1月4號 所謂的陳律師 花來了一張對賬單 就說這個720萬 是你要付給我的顧問費 這對賬單裡面 陳律師來桃山吃飯 黃市長你請你的律師吃飯 吊價8萬塊 市長你請律師 去看 林股塔 吊價 18萬 就把 這些錢 什麼雞雞喳喳喳費用 就把它轉化成 這筆匯款 所匯的錢 轉化成顧問費 你罵罵貸付 台南市政府 最近不斷不斷的衍生出這些 那這個事情整個全部是經過我一一查證 一一查證以後 最後他們願意提供了這些 匯款單 我們要的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請黃市長你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你做不到 還發喊給我三天以內要我說清楚 我今天就說清楚 我要說得更清楚的 我請 請他們出來說更清楚 來 我請當事人出來說 就會比我說得更清楚啦 我來 你在這裡說 你說嗎 就是什麼 谢谢观看